好,现在我们要教的工具是这个矩形工具 好,我们画一些几何图形 我们先知道一下它的操作方法 好,记住哦,它是 它不像以拉,它是用拖拉的 当然这边也可以用拖拉的 可是这个比较像工程会涂软体 所以它要求的是比较精准的素质 所以它操作方式跟AutoCAD很像 它是先点一下 好,它只是点一下,告诉它起点 好,你注意看 它这里就有尺寸 好,我可以直接输入 记住哦,比如我输入3 逗点,逗点哦,记住哦,逗点是 记住,逗点是 好,这是注音符号的逗点 所以你看,3逗点5按Enter 好,它比较小是因为我们比较远看 所以你可以看哦,我这里就是 5英寸 3英寸 好,这英寸或是公尺改天,我在教你怎么改 好,所以我们现在做出来了 好,就可以要求到很精准 好,老师再操作一次哦 就是 点一下,先告诉它起点 再来告诉它方向哦 好,5 逗点,我们现在颠倒5,逗点3 好,所以你可以看 好,跟这边,我拉这样子3 逗点5 好,是不大一样的哦 所以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了,好了之后 我们用这个推跟拉的工具 好,一样先告诉电脑你要哪一个面 好,比如我要这个面告诉电脑 所以我点一下 好,再来再告诉它方向 点一下而已哦 再输入数值5 因为它这个只有一个 一个 那个方向嘛 所以我们只要输入一个数值 啊,刚才矩形是有两个 轴向 所以要输入两种数值 所以我5按Enter 所以这就往5 这边,一样3按Enter 好,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 我们要的矩形 好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像这样子的图形 要怎么做 好,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 好,如果我想要做一个像这样子的图形 好,我会用这个 怎样 这个 这个 你先把旁边 洗好 好,再来 在我们要做这个图形之前 我在介绍这个线 直线工具 好,记住哦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Schedule Up 它是3D软体 所以你不能跟我们一般的观念 画一条线 它就自动封闭了 所以你可以看我现在画出来的东西 是一个立体形状哦 所以你千万不能这样子操作 画线的时候 我现在Ctrl Z回去 好,来 点一下 好,你可以看我现在点出来一定 我是用点的,不是用拖拉的哦 点出来之后 好,你注意看 好,一定有蓝色 绿色 红色 蓝色的轴 轴向的 颜色的线 这样子你画出来的线你比较好控制 好,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我们这样子才能封闭起来 好,我先把它按Delete掉 好,我现在来做这个 比如我现在 比如这里是三个单位 这里是两个单位 好,所以你可以看 你现在就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数值了 好,你看比较短的是前面的嘛 前面是2点多 后面是6点多 所以我们就一样嘛 2.3 好,现在OK了 把它往上 点一下 再往上 应该是两个单位嘛 好了 好了之后 来 像这里要挖掉一个 好 我们如果用这个直线工具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里有一些物体的话 它会对准这个线的终点 还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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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这里是1嘛 没有问题嘛 所以它会找到终点嘛 这里是2 所以它终点刚好是1的地方 点一下 好,告诉它方向 一样不要用 不要用拖拉的 好,告诉它方向1 按Enter 好,往这边 好,它会 它会 一样嘛,我们就用红色的线让它出现 它自动会靠到这个边缘这边来 点一下 好,所以我们这里就1 好,一样用这个推 推不只可以 往上 对不对 长出来 它也可以消进去 如果你可以看 我现在都是点一下移动而已 我不是用拖拉 你可以看 我拖拉到 对不对 这个 我移动到 它的另外一个面的时候 它会产生这样子 好 变成一个面 好 这个时候你点一下 它就把它消掉了 好 所以有时候 这个操作比较难操作 老师都是点一下 告诉它方向 输入2嘛 因为这里到这里是2嘛 所以它就会直接消掉 好,再来换这个 一样它会找到终点嘛 好 画过去 对不对 好 一样 选择这一个面 点一下 告诉它我要移动这个面 往这里面移动1 好 所以这个图形就做出来了 好 这个图形就在没有了 没了 好 好 我 谢谢大家